現在在台上是我們的活動 最辛苦的觀眾們 熱衷街舞 25歲的施宇潔 老家在彰化園林 得上工作有三年時間 期間換過兩家公司 都從事文字編輯 月薪接在30K左右 應該算是夢想吧 因為大學讀大眾傳播系 然後就通常讀大眾傳播的學生 應該我不敢說全部 可是至少應該有三分之一的同學 可能會對記者 或者是主播什麼的有憧憬 所以那個時候就 帶了夢想來到台北 四坪大套房是宇潔的租屋處 空間擁擠 躺不上舒適 而且還位在老公的六樓 屬於頂樓架蓋 每個月房租加上通勤 吃飯等固定開銷 真的所剩無幾 薪水 然後扣掉 這個小套房的房租的話 大概就去掉三分之一了 對 那剩下的三分之二 就是我的生活費嘛 等於是一個夢想跟現實的拉鋸 談起心酸 幾乎沒有存款 是許多台灣年輕人共同的心聲 主計處2016年調查 15到29歲青年薪水平均為 29,427元 更有四分之一 月薪不到25,000 尤其都會區生活壓力大 幾千元的差距就會成為換工作 跳槽的誘因 調查也發現青年勞工進入職場後 平均做過2.1份工作 每份平均年資1.5年 專心縫製衣物 賴少祥是服裝設計系研究生 也是一名設計師 大學時期 作品就越上國際舞台 錄取德國紅點大賞 我每一年要拿一個第一名 這是我自己對我自己的設限 因為我其實算沒有打工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如果拿第一名的話 我有獎金 那我可以用這些獎金 再做更好的作品 有著信念邵翔下一步 想要創業 打造專屬品牌 我當然是覺得說 期望以後能夠有自己 可以發展的一個品牌的規劃 我這一款只有十件 就全世界只有十件 所以我覺得 台灣如果你真的有喜歡設計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要支持一下 自創品牌的部分 人類銀行做過問卷 有超過9成的上班族 想要自行創業 原因是台灣薪資水準倒退 不想淪為求忙 爆甘族 乾脆自己當老闆 然而真正付出行動的 卻只有兩成五 不夠勇敢資本不足 是最大的阻礙 相對的也有年輕朋友 願意放手一搏 你才趁年輕二十多歲 這樣子我想要去完成我心裡的夢想 因為小時候畢竟因為家裡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一直去實踐我想要做的事情 大男生手藝不輸女性 編織各種乾燥花束 讓花一創作打破性別界線 靈巧雙手的主人劉玉玲 星期一到五在台電外包公司服務 週末就從桃園回到台東老家擺攤做生意 那樣子的一個創業辛苦之外 然後看到的是新娘子或者是新郎們 他們的滿足跟幸福的笑容 我覺得那個就是我最大的動力這樣 即興是因為在限制當中 你怎麼求自由 限制中怎麼去發揮你的創造力 是每個人都有賞顧的機會 所以文創就是這樣的道理 這麼多的可能性 其實它就是變成提供一個機會 加上它有文化也有創意 是更能吸引年輕人 這個是很自然的事情 勤勞工作有時候也要有點小確信 劉玉玲說偶爾放自己一個假 和朋友阿嬤出國旅遊 即是所謂的小確信 或許年輕朋友懷抱的夢想 不一定是豐功偉業 反倒是從小地方尋找大創意 只要肯實踐自己想做的事 或許就稱得上大夢想大志向 您能夠大廣熟 可能我知道您的 mommy's become the other 您能夠大意 更多的消耗 您能夠大意 像它 您的同一一樣 是一種 就必須要有的